全油管最快新闻 郑一王记者报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员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张秀龙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查机关审查 移送检查机关审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对张秀龙涉嫌受贿罪 作出逮捕决定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张秀龙在卸任一年后被查 公开简历显示其涉及多项工作 职责 此案的深入调查和审理 将有助于维护政治清明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警示广大干部物彩红线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